不让美国西岸的唱歌好手专美于前 东森新闻王全美第二场海选市场会 最近在纽约法拉盛的本色盛典KTV举办 选手如何征服舞台现场 成功脱颖而出 成为台湾跟中国三家经济娱乐公司的明日之星呢 请看东森新闻团队来自纽约的深入报道 特别选在法拉盛的本色盛典KTV 举办2017年东森新闻王纽约赛区的第一场海选市场会 只见一位为选手卯足全力 在金碧辉煌的气氛下高歌很享受 但2016年的新闻王优胜选手高温多可没放水 歌唱问题一一点破 你会一直会晃一站 一上来来做这张的话你会晃 我好紧张 对 现在不用紧张 这台你要不要一定要克服 第二点 你的顺线 这首歌其实你选错歌了 不只帮选手分析 高大帅的高温多 私底下还是一位乐于分享的大男孩 各种歌唱技巧与使用方式 镜头前大公开 一点都不隐藏 我教你一个私下教你的 你可以多做一个练习了 你把你的诗纸放在你猴杰上面 唱高音的时候 猴杰不能超过你诗纸 一旦猴杰消失了 没有了 那就是位置不对 选谁最会唱歌外 面对今年要首次联合台湾与中国 三家经济娱乐公司 要找未来亚洲娱乐星星的目标 导师这次也看中选手的舞台表现 强调纽约海选舞台 不怕选手多多来挑战 第二场纽约海选市场会 7月1日周六下午2点到5点 将在法拉盛本色盛典KTV举办 欢迎观众踊跃报名 挑战2017年东森新任王 1万美元的总奖金 东京新闻李仲敖 叶红志在纽约的采访报导